历代之下 第二十三章 第七年 耶和耶大奋勇自强 将百夫长耶罗汉的儿子亚萨利亚 约哈南的儿子以什玛利 厄贝德的儿子亚萨利亚 亚大亚的儿子马西亚 希基利的儿子以利沙法照来与他们立约 他们走遍犹大 从犹大各城里招聚立位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 到耶路撒冷来 惠众在神殿里与王立约 耶和耶大对他们说 看哪 王的儿子必当作王 正如耶和华指着大魏子孙所应许的话 你们当这样行 祭司和立位人凡安息日进班的 三分之一要把守各门 三分之一要在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姬子门 众百姓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除了祭司和供职的立位人之外 不准别人进耶和华的殿 唯独他们可以进去 因为他们圣洁 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立位人要手中各拿兵器 四为护卫王 凡善入殿雨的必当致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当跟随他 立位人和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 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 因为祭司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 祭司耶和耶大便将神殿里 所藏大卫王的枪 盾牌 挡牌交给百夫长 又分派众民手中各拿兵器 在坛和殿那里 从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四围 于是领王子出来 给他戴上冠冕 将律法书交给他 立他作王 耶和耶大和众子告他 众人说 愿王万岁 愿王万岁 亚他利亚听见明 奔走赞美王的声音 就到明那里 进耶和华的殿 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 百夫长和吹号的人 势力在王左右 国民都欢乐吹号 又有歌唱的 用各样的乐器 令人歌唱赞美 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 喊叫说 反了 反了 祭司耶和耶大 带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 吩咱们说 将他赶到班外 凡跟随跟随便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 因为祭司说 不可在耶和华殿里 你杀他 你杀他 众兵就闪开让他去 他走到王宫的马门 便在那里把他杀了 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 都要做耶和华的民 于是众民都到巴利庙 拆毁了庙 打碎坛和像 又在坛前 将巴利的祭司马坛杀了 耶和耶大派官 看守耶和华的殿 是在祭司立位人手下 这祭司立位人 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殿中 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给耶和华献凡祭 又按大卫所定的利 欢乐歌唱 且设立守门的 把守耶和华殿的各门 无论为何事 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 右率领百夫长何贵咒 与民间的官长 并国中的众民 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 由上门进入王宫 立王坐在国位上 国民都欢乐 何成都安静 众人已将亚特利亚 用刀杀了 历代之下 第二十四章 约阿师登基的时候 年七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别氏巴人 祭司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 并且生儿养女 此后 约阿师有意重修 耶和华的殿 便召聚众祭司和立位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 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 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 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 只是立位人不急速办理 王召了大祭司 耶和耶大来 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为法规的账目 与以色列会众 锁定的捐项 你为何不叫立位人 召这里 从犹大和耶路撒冷 带来做殿的费用呢 因为那恶父亚他利亚的众子 曾拆毁神的殿 又用耶和华殿中 分别为圣的物 供奉巴利 于是 王下令 众人坐了一柜 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 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 要将神仆人摩西 在旷野所吩咐 以色列人的捐项 给耶和华送来 众首领和百姓 都欢欢喜喜地 将银子送来 投入柜中 直到捐完 立位人 见银子多了 就把柜 抬到王所派的 司室面前 王的书记 和大祭司的属员 来将柜倒空 仍放在原处 日日都是这样 积蓄的银子甚多 王与耶和耶和耶大 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就雇了石匠 木匠 重修耶和华的殿 又雇了铁匠 铜匠 修理耶和华的殿 工人操作 渐渐修成 将神殿 修造得 与从前一样 而且甚是坚固 工程完了 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 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 用以制造耶和华殿 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 并经营的器皿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凡计 耶和耶大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死的时候 年一百三十岁 葬在大卫城猎王的坟墓里 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 又侍奉神 修理神的殿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 王就听从他们 他们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神的殿 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 因他们这罪 就有愤怒 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 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先知警戒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 那时 神的灵感动 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 萨加利亚 他就站在上面 对明说 神如此说 你们为何干犯 耶和华的诫命 以致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 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众民同心谋害萨加利亚 就照王的吩咐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打死他 这样 约阿师王不想念 萨加利亚的父亲 耶和耶大 向自己所施的恩 杀了他的儿子 萨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 愿耶和华 剑场深渊 满了一年 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师 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杀了民中的众首领 将所掠的柴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 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 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 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师 亚兰人离开约阿师的时候 他患重病 臣仆背叛他 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 杀他在床上 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葬在猎王的坟墓里 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 士米亚的儿子萨巴 和摩押妇人士米利的儿子约萨巴 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 并他重修神殿的事 都写在猎王的传上 他儿子亚马谢皆许他作王 历代之下 第25章 亚马谢登基的时候 年25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 他母亲名叫约耶旦 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谢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只是心不专承 国义坚定 就把杀他父王的臣菩萨了 却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 耶和华所吩咐的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亚马谢招聚尤大人 按着尤大和汴亚敏的宗族 设立千夫掌 百夫掌 又数点人数 从二十岁以外 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 共有三十万 又用银子一百他连德 从以色列招募了十万大能的勇士 有一个神人来见亚马谢 王啊 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 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 以法连的后裔同在 你若一定要去 就奋勇征战吧 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 因为神难助人得胜 也能使人轻败 亚马谢问神人说 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一百他连德银子 怎么样呢 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 于是 亚马谢将那从以法连来的军兵分别出来 叫他们回家去 故此 他们甚恼怒犹大人 气愤愤地回家去了 亚马谢壮起胆来 率领他的名道严谷 杀了希尔人一万 犹大人又生情了一万 带到山崖上 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 一直他们都摔碎了 但亚马谢所打发回去 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兵 攻打犹大各城 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 杀了三千人 抢了许多财物 亚马谢杀了乙东人回来 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 立为自己的神 在他面前叩拜烧香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向亚马谢发作 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 这些神不能就他的名脱离你的手 你为何寻求他呢 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 王对他说 谁立你做王的谋事呢 你住口吧 为何找打呢 先知就耻住了 你行着事 不听从我的劝诫 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 犹大王亚马谢与群臣商议 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护的孙子 约哈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师 说 你来 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师 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马谢 利巴嫩的吉利 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伯树 说 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 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 把吉利践踏了 你说 看哪 我打败了乙东人 你就心高气傲 以致惊夸 你在加里安居就罢了 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 亚马谢却不肯听从 这是出乎神 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 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 于是 以色列王约阿师上来 在犹大的博士迈 与犹大王亚马谢 相见于战场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师 在博士迈 倾注约哈斯的孙子 约阿师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谢 将他带到耶路撒冷 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四百轴 又将恶别以东 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 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 并带人去为职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师死后 犹大王约阿师的儿子 亚马谢 又活了十五年 亚马谢其余的事 自始至终 不都写在 犹大和 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自从亚马谢离弃耶和华之后 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 他就逃到拉吉 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 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拖回 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雅各书第二章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 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 说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 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 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 却杀人 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们既然要按 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漏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地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 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 你信神 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虚伏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撒 陷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 才得成全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 人称义 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信 妓女拉合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 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 因行为称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诗篇 第五十四篇 西夫人来对扫罗说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那时大卫作者训会诗 教语灵长 用思弦的乐器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能为我深渊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因为外人起来供给我 强暴人寻锁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城市 灭绝他们 我要把甘心疾献给你 耶和华呀 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他从一切的疾难中 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 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暴